突然发现 在我的白宝箱里面 存了这么多宝石 看这水头 应该能卖不少钱吧 去小卖部里 看看能换多少东西 老板 你看我的宝石 能换多少东西 让我看看 你咖啡我还牵上了 这些破石头 我不要 老板 你仔细看看 这水头多足啊 这只不少钱啊 好吧 如果现在 小粉丝们给你点上小信息 就可以让你玩一把表情帮忙合 里面都是各种惊喜 和玩具 最高奖项是 二年现金大奖 那支持下老佳姐 赶紧点信赞 如果抽到玩具 就跟你们一起玩 或者抽到一万元 信名大奖 就送给大家 就一次机会 那我可得好好把握了 这个表情包 有点羞涩 就你了 宝子们 赶紧再评论区后 发财发财发财 这里面啥也没有 就这么一丢丢的史莱姆 这老板 不会再耍我吧 我们电视诚信惊养 同所全其 同所全其 真正的奖品在这里 看看你做了什么 表情包猜谜 大队可获得亮晶晶 可流动玩具 表情包 在这里 大队就可以获得玩具 妈呀 这是三个表情包猜谜吧 难度还不小嘞 给你一个小提示 每一组 都带一个笼子 我眼不瞎 这笼我认识 可其他的 怎么有点难呢 喇叭 笼 火火马龙火虎 我知道了 生龙火虎对不对 第二个咯 裙子龙 女人手 裙龙女手 怎么听得这么别扭呢 总觉得这个字错了 哪个小可爱知道 在评论区把正确答案告诉我啊 看到了 看到了 这原来是一个无字 群龙无手 最后一个了 这好像是救护车吧 这是 香槟酒 马龙 这两个肯定没错 舅舅马龙 老板 你这有点难啊 打不住了 就乖乖拿钱来买玩具 我知道了 车水马龙 我全部答对了 亮晶晶的玩具 不会是这个钻石画吧 看着就好玩 你想的美 亮晶晶的流动的玩具 是这几瓶石栏木胶水 拿去玩吧 看你在明这么辛苦的份上 再加个手电筒 今天运气真不赖 一分钱没花 就得到几瓶胶水 和一个玩具手电 不对 这石栏木胶水有问题啊 这是过期了吧 这胶水颜色怎么这样啊 果然是经商 不要的胶水才会送人 不过话说回来 这珠光胶水的质感 还是挺好看的 哎 这流出来一个啥啊 银灿灿的 哎呀 这里面好像还有 天呐 这瓶子里居然藏着迷你银元宝 这老板万万没想到吧 这珠光胶水里面 不会也有宝贝吧 赶紧到出来看看 我的天呐 这一次居然有金元宝 哎 还不少 这金的可比银更值钱啊 赶紧把它们搅拌成型 这老板肯定不知道 我的前身其实是一个玩泥博主 再烂的胶水 也能被我变成好玩的史莱姆 不得不说 这胶水质量真好 做出来的泥颜值真高 而且一点气泡也没有 这可是一份名副其实的金银元宝泥啊 你们猜猜看 这里面一共有多少份元宝 把元宝全部飘出来了 赢的有15颗 金的也是15颗哎 让它照墙面是这样的效果 上面灯片还可以转动哦 哇 一转就换了一个画面 太好玩了吧 而且我发现 这电筒配合史莱姆玩更有意思